我主席来跟我谈这个事情的时候 我也当时跟他讲 就是说我想先做一些基础性的课程 做一些基本的介绍 原因等一下我会跟大家讲到 大家现在看一下 这是今天大概的一个安排 那么首先我们针对对象 肯定是讲APS APS的全称就是Advanced Planning and Scheduling 高级计划与排程 那么在这当中的话会讲一些 应用的分类 它的一些算法的一些课程 然后我会举一个例子 然后再讲一讲就是说 APS和当代IT系统变化 和IT架构带来的一些新的变化 那么这个当中的话 有一个事情跟大家事先做一个说明 实际上在这个领域里面的话 我也是这个当中的一个承认者 做过这方面的推广 也搞过一些基本的一些研究等等 参与过这个项目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 我更多的角色是把APS当成一个软件形成 来进行一个讨论 但是实际上的话呢 和各位的话 我和各位是一个互补的关系 在座的大多数人 应该是潜在的这样一类系统的使用者 在座大多数各位是这类系统的使用者 潜在的一些使用者 或者正在使用的一些人 所以说的话呢 现在能听得清吗 现在的那个音质的效果 那么作为那个我来讲的话呢 我会跟大家去做这方面的一个互补的一个介绍 我把这个APS当成一类软件 来跟大家谈一谈这类软件 在当中一个特殊性 和它的一些那个将来可能有些变化 当然有一些基本的东西要跟大家去讲 但是的话呢 我会跟大家去看到 为什么我会把那个算法这边的话 就讲的相对比较粗一点 那么原因是有的 因为那个我虽然是从业者 然后呢我也是专业学习这个东西的 我的专业是那个运筹学 所以说呢我在大学开始就接触这一类的事情 那如果没有意外的话 我应该那个去做一个计划人员 当然最后的话我现在搞了那个软件系统 就这样一个情况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 就是说我也看到 在这个我在推广各种各样的企业软件当中的话 APS可能是我推的最辛苦的一类了 是我推的最辛苦的一类 那么我也会跟大家讲讲 为什么这个原因啊等等啊 那么有一些内容的话呢 在我去年9月份曾经也通过SCOM 跟大家做一些交流当中已经有 那么今天的话可能会讲一些其他的一些内容 就是这样 那么首先先讲一下那个什么是APS 那么这个呢是我从那个一些 那个既有的一些关于APS的一些那个定义当中去那个超了一些过来 那么我想跟大家强调的呢 无非就是几点 第一的话它是基于一些资源约束前提下的一些优化的计划的条件 另外的话呢 它既照顾到那个 单位里的那个计划和排产 那么这当中又谈到 它有可能在已知条件下的长期的一些那个计划 以及企业间的计划都有可能性 那么这个呢 我要跟大家讲的 就是说APS从它在90年代被提出之后 比较明确提出之后 到现在为止 实际上它的定义相对来说比较多样化 比较多样化 那么这个的话呢 看到后一页大家可以看到 那么最早实际上 如果我有些概念的话 那个最早提APS的可能是美国的 那么从暂时的一些资料上说的话 那个APS的概念当初是由那个 也是APEX那边提的 具体的话我说句老少也不是太清楚 那么我当时呢正在做那个 一些企业应用管理系统 ERP的推广啊等等 突然间发现OK 我们当时谈的是ERP的推广 或者以前讲的MRP2 MRP 对吧 那么突然间说 现在我们的企业应用系统 有所谓的那个6 pillar 有6个pillar 那么它把一个ERP系统呢 分为了那个ERP的系统 然后有人事管理系统 HCM APS的一个部分 供应商管理 CRM 还包括一些其他的 一共6个大类 那么从APS 从ERP当中分出来的话呢 我个人是 那个挺赞同这样一个分法的 因为那个 至少在那个 97年的时候 我去年跟大家讲的也讲到 97年的时候 当时别人给我看那个系统的时候 我看过挺多系统的已经 我对任何一个 那个当时的企业应用管理系统 做计划方面的这些内容 反正总体上来说 是不能不是太满意的 总体上都不是太满意 那么当时如果有一个APS 一个提出的话呢 实际上是一个好的事情 那么我在这边的话呢 就是利用这张图 跟大家说一下 那哪怕是APEX 它自己也对那个APS 进行了一个相应的划分 比方说它 对那个APS和所谓的 SCP supply chain 那个planning的那个工具 做了一个相应的一个划分 那么怎么去划分的话呢 大家会看到 我们把相对狭义的 在制造业当中的 一些那个 跟那个计划相关的内容 那么定义成了 跟APS相关的一些内容 那么就是我在 slide上面用那个 一些阴影 标定的一些地方 而其他一些地方的话呢 它就涉及到了 那个跨整个供应链 端到端跨机构 或者是那个计划层次 超越那个生产范围等等的话 都是 那个 那个那个 放到了SCP的内容里面去 那么参考前一页slide里面讲到了 那个 参考前一页 那个讲到那个 那个APS的那个定义里面的话 也讲到一个一个端到端啊 或者是跨机构的一些应用的话呢 所以说的话呢 我就跟大家提一个简单的说法 大家也没有必要太去拘泥于 这个所谓的那个三字经 管它是APS是什么 那么我们有两个 不同意义上的一个区分 因为有太多人来claim 有很多人写了slide 他们来说是怎么回事 一个是狭义上的APS 那么 狭义上的APS 那么就可以看成是一个 在一个制造公司里边的 就一个那个供应 制造和那个交付 这样一个环节上面的 一个那个 那个 优化计算的一个方法 和那个计划方法 是这样的情况 然后广义的话呢 它可能是跨到了整个的那个供应链 或者是这些层次啊 等等不一样 那么因为它用的技术上的相关性 所以说很多厂商 他们在提供这个软件的时候 虽然说定义成 不管它定义成 自己是SCP的那个厂商 或者是APS厂商 实际上它都能够提供 不同类型的一个应用 实际上是这样的情况 那么这个的话呢 就是说 这个当中的话 我就讲到了这个不同时期的话 它要定义的特展 也是不一样的 最早的话呢 是MRP 那么MRP的话 和MRP2 它有两个不同的意义 那么MRP的话呢 如果是管理意义上来说的话呢 就是那个公司里的原材料 那个需求计划 那么跟我们APS里讲的那个 那个 Final Assembling Scheduling 或者是NPS 是在那个应用领域里是不同的 那么还有一种做法 在软件里边的那个MRP呢 由于他们基本上 使用的算法都是那个先行规划 所以说的话呢 在一些那个初级的 这些计划系统当中的话呢 MRP的话 如果当从技术上来说的话呢 它有一定的那个通用性 有些那个 从产生品开始 到那个原材料 一路的那个计算分解 有些软件并不分 有些软件是分的 那么MRP2的话呢 和原来的那个差别的话呢 就是在当中考虑了一定的 那个能力需求 主要是设备能力需求 那么在这个领域里边的话呢 有引入了越来越多的 那个优化的那个制造的技术 那个优化算法的引入 那么随着这些东西引入的话呢 大家会看到 这个应用领域里边的话 根据它的利用算法的不同 逐渐逐渐在各个不同的行业 或者在不同的那个技术上面 或者不同层次上面 有自己的一个所谓管理理念上的一个 一个提出了 那么我后面那些东西的话 大部分都是跟 这些相应行业当中的一个管理模式啊 管理理念啊 比较相近一点 举个例子吧 除了制造业之外的话 同样的理论也用在那个流通和零售当中 那么流通和零售当中 最基本的就是retail planning 对吧 那么在这个当中的话 那个流通和零售 这当中包括那个消费型吧 它都有那个CFPR的一个概念 那CFPR纯粹是一个 那个管理上的一个 一个一整套的一个方法和理念 它叫corroborative的forecast planning和represent协同的预测计划和那个补货 那么后面的话呢 是针对两个行业的一些变化了 QR quick response 是针对于零售 而ECR 那个end consumer response 针对于流通 因为这个两个当中的差别就是 零售业 它的下一道就是最终消费者 而ECR 它是流通业是通过最后的零售点 再去面对最终消费者的 那么当然这个在今天这个环境上面 可能将来还是会有些变化 还是会有些变化的 那么还有一种比较重要的一些管理理念上的概念 随着技术增强的话呢 比方说大家很关心的 那个销售营营计划 Sales and Operation Planning 就提上了一个比较 那个重要的一个意识日程 那么原来的话呢 那个通过一些Excel的方法呀 通过一些那个系统啊 或者是人工的方法来组织这样一个东西 通过系统的话可以使这样的一个计算 就是说有一个很强的一个支撑的作用 在这个当中 那么另外的话呢 也有在实现方法上的一些东西 那么大家除了谈优化理论的话 可能看的最多的就是那个限制性理论 当然限制性理论 它既是一个那个生产管理当中的一个管理理念 但是的话呢 因为它用的一些数学方法等等啊 包括实际上优化算法里面 也很多考虑到一些限制性 当然他们讲的是不是同一个概念 所以说的话呢 在方法上也会有这样一个东西 那么我在后面讲的那个例子当中呢 也会提到那个限制性理论当中的DBR的一个内容 那么这些东西的话 都是一个系统 那么我会跟大家去讲一下 这些系统的话呢 经过一些发展之后的话呢 它在一些相应的行业里面 就是说会被大家所应用 最明显的一个例子 最早的时候 对吧 APS用在Make2Wall的制造业当中 那么当初有一个比较有名的一个软件 那个就是i2 对吧 那个是相当有名的 那么那个另外的话呢 有一些那个高度的复杂程度的一些产品 那么有些产品 它有那个成千上万个 那个部件的一个产生 那么因为这个部件的复杂程度的话呢 需要有一些软件 会那个 我们会有PPT 我已经给了一个组织者 那个 在这个当中的话 就是翻到Zenbin的角度 需要做一些相应的一些生产协调 来减少 在那个总装过程当中 产生的那个 那个一些浪费吧 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另外的话呢 还有一种情况 就是说 有些那个计划和排成啊 尤其是像那个 那个我接触过去年给你们讲的时候做的那个例子 那个OEM的一个例子 它本身呢是有一个相对来说一个长的一个生产周期的 它的那个BOM的周期有七十几天 它整个的那个接单周期是四十天 但它最后总装只需要那个 半天的时间 但它又因为它OEM有传期啊 等等的要求 所以它在最后一周里边的话呢 它还需要对这个排成 进行相应的一些调整 那像这样的一些的话 都需要 就是说有很大的一个 那个计算能力只存在 当然这个计算能力可以是在Excel上的 可以是在那个人 当然 系统可以帮你的忙 是这样的情况 那么另外一点的话呢 就是我刚才讲到流通的一个捕获计划 那么等一下呢 我会简单的跟大家 讲一讲这些 计划当中的一些内容 因为 我想跟大家讲 这些计划当中的内容的目的的话呢 只是告诉大家 有一点 过去 如果大家把这个东西看成一个系统 然后呢 有的时候强调优化前提下面 那么大家强调的是优化的复杂性 和它本身的特殊 每一个算法都是不同的 但是实际上作为一个系统推广来到的话 它肯定是基于一定的公共的 所谓的common practice 对吧 公共的一些价值 来进行一些的推广的 它这样才有规模效益 所以说呢 在这个当中的话呢 在某些特定的领域里面 他们已经有这方面的 就是说实践 或者是成熟的一个方案 可以给大家去用 是这样一个情况 另外的话呢 就是说 这个当中的第三条 我就想跟大家讲一讲 就是说这个呢 实际上是作为我一个系统的提供者 或者这方面的一个 一个IT系统的那个师者 或者是一个咨询人员吧 跟如果用户层面的一个 那个嫌介 如果把这个看成一个技术的话 它本身意义并不是太大 那么关键问题是为大家怎么去用 实际上这个APS系统呢 对大家来说最大的用处是什么事情呢 第一个就是写 我都写在这边了 对吧 为供应链上所有的成员的信息 进行计划 这是什么呢 就是你们通常讲的PFEP PFEP 逐渐逐渐转化成了一个 库存控制上的一个很重要的工具 那么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是什么呢 缓解牛边效应 那么这个等一下 我也会跟大家去 简单的讲一讲为什么 那么当然了 有一个目的肯定是在的 就是降低库存 这个大家可能都比较能够理解一点 实际上 我跟大家介绍这样一个工具 的目的是说 这个工具对大家是有用的 那么你从哪个角度可以去 为你发挥一个作用 大家可以从这些方向去进行一个考量 那么这边的话呢 先给大家列一下 我列了一些那个 随便随便列的 列的都是国外的那个软件公司 实际上 做这个APS软件的公司 远比这些多得多 远比这些 国内可能在国内 那个本土的公司 大概都有十来家 我估计 更不要说那个 国外的 比远比这个更多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呢 有些公司 我自己参与过他们的那个 参加过他们公司 有些的话呢 也以前做过一些其他的 这些东西的话呢 大家会看到 它都是一个软件 都只是一个软件 那么你拿这个软件的时候 拿回去一个工具的话呢 最后是看你 那个派用什么用处的 那不错啊 你们可以去试试 挺好的一个东西 从那个 如果你们最近要选它用的话 它从那个 那个怎么样 要不使用性才说 应该说挺好的 是这样一个情况 那么在各部相同的时候 有不同的一个用法 有不同的一个用法 那么这个当中的话呢 有一点我跟大家讲一下 就是他们在使用过程当中的话呢 不管怎么样 到今天为止 这些软件 实际上 它都 它的模型 都带有一定的行业特征 都带有一定的行业特征 所以说那个 算法上 是那个 那么因为 它 那个不同的行业啊 或者怎么 它的那个算法 可能有一些不一样 所以说 它的模型 都带有一定的行业特征 这一点的话呢 是说 你在做这个的时候 你不一定 那一个 不一定被你 哪个地方可以去用 你在问昆迪克 我以前是昆迪克的人工 昆迪克在国内 比较主要的就是 流程式行业 流程式行业 当然 如果你不是卖 它那个计划的话 那可能 你用的是其他的部分 是这样的情况 好 那么 我这边就跟大家说说了 我说 那个 你今天我们看到的 那个APS软件的话呢 它有几个特点 第一 这些APS软件 它相对来说 都跟它的执行层面 有结合 都跟它执行层面 有结合 那么 比方说 那个MES和APS的结合 在那个 Retail Planning里边的话 大家会看到 它会跟一些 也是执行层面 比方POS 当然是执行层面 还有就是说 他们本身用的 那个Category Management 品类管理 那么 在 零售流通业里的 品类管理 有点类似 那个 制造 企业里的 公益数据 有点类似 因为它是 建模的一个依据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呢 他们都会去做 一个相应的 一个集成 那么现在的话呢 在制造领域里边 大部分 是把这个应用 看成是一个 营运上的 营运上的应用 因为PFEP 它本身是个 营运上的概念 它天天 在营运 它才有意义 对吧 有些那个 有些软件的话 它还用那个 像一些网络规划 等等啊 这方面的话 它用的时间 间隔就会比较长一点 那么这个属于一些 Tactical Planning 或者甚至于战略 那个计划的话呢 它这个上面的话 它都给你准备 数据的时间比较长 你建模时间比较长 你可能 搞个一个多月 然后的话 才跑一次 我在那个 16年年初的时候 碰到一家 那个流通业的 不是流通业 快销品的企业 他们想就那个 他们做那个 线上线下 那个混合的时候 他们这方面 做一些那个 模拟的决策 那么他们 当时也想用系统 有这样一个东西 只是说 这样一个应用 你到底是 采购一个系统 还是采购一个服务 那是不一样的 这个情况 对吧 那么另外呢 我就跟大家讲到了 就是说 这些东西的话呢 相对来说 它与行业有关 因为与行业有关的话呢 所以说 现在我们听到更多的 可能是跟业务方案有关 而不是跟 那个技术有关 这是为什么 我后面也跟那个 大家讲的时候的话呢 就是说 技术部分相对来说 是弱滑一点的 然后呢 最后的话 在一部分领域里面 他们已经有了一些 成功的一些应用 比方说零售吧 实际上 我现在 我至少见过 两到三个 做那个零售的软件 当然JDA本身是个 很好的软件 我也见过一些其他的 做零售计划的一些软件 那么会看到 这些零售计划的软件 除了做计划之外 它实际和它的终端 和它的方方面面 都是结合的很紧的 它实际上是一个 完整的一个方案 包括我今天 在这个右上角 把那个JDA网站上 他们的那个 一个方案的那个 截屏给大家拿下来 大家会看到这个里面 他们就有各方面的 一个应用 那么另外一块的话呢 如果讲到APS的话 国内谈的最多的 就是汽车 对吧 那么汽车有一个 不一样的一个地方 因为汽车的话 它经过那么多年的 一个培育 然后它的一个 大规模生产 它已经形成了 自己的一套 就是生产和保障的 一个体系 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呢 系统的应用 是比较多的 那么而且也比较完备 成功能力相当多 但是我要提醒大家一点 就是说国内的 一个情况的话呢 还是会各有不同 会各有不同 比方说 如果这个汽车 对吧 它们首先 它生产方式可能不一样 我在这边的话 列了两个 最明显的一个例子 对吧 那个大众汽车 它作为一个整车厂 相当有名 在国内也是 经常是第一位的 那个排名 现在肯定也能 排成前三位 但它的整体的一个做法 是build to stock 那么build to stock 是它们的叫法 那么就相当于 我们的MTS make to stock 是一样 是这样的情况 而反过来 我们去看另外一家 当时 教会我们中国人 造车的企业 那个通用汽车 通用汽车的话呢 它是一个典型的 柔性制造系统 柔性制造系统 那么这两个当中的话呢 有一个最 那个 那个 不一样的地方 大家可以去看到的 可以看到的 比方说 你去看那个 那个大众汽车厂的话 它虽然说 有一些那个混线生产等等 但比方说 它们在那个上海 有一个B5的生产厂 总装厂 那么这很清楚了 它在这个上面 就做这个车型 然后它上面 可能有一些配置的不同 是这样一个情况 而那个 柔性制造系统的话呢 你会在 那个通用汽车系统 那个看到 他们 当时做 我当时去参观的时候 他们在这个上面 同时 可以做 三到四个 不同的品牌 的车 混线生产 那你会看到 它那个 那个总装线上面 前面一个可能在做 那个Satay 后面那个可能在做G18 那当然它里边还有一些不同的 那个在里面 那那两个肯定是不同品牌 那么这个当中的话呢 它们做法上也是会有不同 但不管怎么样 它们都面临了一个什么呢 就是说 整个的一个 汽车 二级三级 供应商的一个 那个 大的携术生产 那在这个当中呢 拉式生产还是需要的 那么只是说 在拉式生产过程当中的话 它们两边的 配套的复杂程度各不相同 对吧 所以说的话呢 它们用的那个系统方法稍有不同一点 稍有不同一点 稍有不同一点 但是它们的理念还是相当相近 是这样 那么还有一个呢 就是流程制造 那么流程制造过程当中的话呢 比较有名的 那个 应该说比较有名的就是 可能大家听说过吧 Asmentech 对吧 国内做石油的 有很多用它们 那么 那个Asmentech的确提供 这方面的所有的一个技术 那么在那个流程制造当中 那么它的过程当中的话 它可以把那个整个供应链当中 端到端的一个东西 进行一个完整上的一个意义 那么Asmentech 除了提供那个 那个 除了提供 那个 生产计划上的一个软件 实际上在那个 油品当中的一些命座的软件 它们也都是一个完整的提供者 是这样一个情况 那么包括刚才那个 有一位那个Ana 他问了那个 昆迪克那边 昆迪克在国内做的最多的 就是也是一个流程行业 就是钢铁和金属加工 那么在这当中 主要的 就是我上面写的 E2E End-to-end Supply Campaign 那么 因为它的那个 过程也比较长 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 它的资金战量相当大 那么 通过这个当中 怎么样去做一个 那个中间产品的库存的一个控制 要达到它的作用 这也是有意义的 那么后面一个的话呢 就是流通 可销病毒行业当中 那么它也会看到一个 一个DRP啊 或者是一个Retail Planning的应用 那么具体的话 后面有不同的方案在这当中 那么所以说的话 大家看到 就是说 是一个技术 那个它实际上在不同行业里边 有不同的一个相应的体验 那么这个要跟大家讲两个 这个事情啊 就是说 APS是一个企业大脑 那么这件事情的话呢 我写在这边的话呢 是因为我对这个事情 不是太认同 不是太认同 就是APS 在这个前提下面 可能被 冠上了太多的 那个负重 它本身首先是一个工具 这工具 体现的作用才能行 对吧 那么如果是把一个企业 看成这个人的话 那么 这个人有很多的感知 然后呢 这个人要去决定做什么事情 那么如果是按照五层的 那个IT信息化来说的话呢 那么 公司的大脑肯定是公司的 执行管理层 那么他们用的是 如果在旧的那个五层模型里边的 叫Binness Decision Decision那个DDS 那个DDS Decision support system 那么 APS呢 是作为一个营运系统产生的 是这样一个情况 当然 有人可能 不愿意去说 反正它有一定的那个指挥的功能吧 就把它看成大脑吧 那么我跟大家讲一个 分享一个真的故事 但是是个小笑话 我们有一次跟一个客户签了一个单子 签了之后大家挺高兴 然后呢 就讲到了这个东西 那么就讲这个 这个 系统是一个大脑 怎么怎么 然后呢 用户这边 有一位 那个部门的领导 他呢 就是深感到 做这样一个系统啊 压力之大 他跟我们开了一个玩笑 他说 这个 这个 你如果是要看人的话 看人的话 这个人 对吧 他什么都知道 他会很痛苦 如果他就像傻子一样的 他可能过得挺好 那么 这件事情的话呢 从我来说的话 我还是要说句公道的话 就是说 这只是一个认知的问题 和对这个 系统的一个期望值的一个问题 那么APS的话呢 它提到 能够起到一定的一个作用 但是现在的话呢 就是说 它能起到什么作用 后面我会跟大家做一个相应介绍 另外大家对这个东西的 一个期望值 要做一个相应的控制 那么这当中 为什么会产生这两点呢 主要是因为两点 我们在做一个推广过程当中 碰到很多企业都说 我的同行 曾经用过这样系统 效果不好 这是一种情况 还有一种情况 还有一种情况 这个系统 我现在是用人在做 人在 听不见吗 听得见吗 声音 用人 做 那么这样一个替代 这样一个所谓的替代 用系统来进行替代 大家觉得是不是值得 那么这个是当中的一个情况 这是为什么说 就是说做APS的话 实际上现在还是一个 挺辛苦的一个推广工作 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么 讲到这边的话呢 我跟大家讲了一些 就是ACP的一些 对不起 APS的一些 前期的一些东西吧 就是 首先跟大家讲一讲 就是APS它反正是一种软件 大家一定要明白 它是一种软件系统 这种软件系统的话呢 在过去那么多年当中 和其他的应用软件相比 它这边 相对来说 就是说推进的速度比较慢 比较慢一点 那么这当中呢 有它的一个难度而产生的 也有一些其他的 那个因素产生的 声音短短短短 可能我讲的有点短短短 或者那个 那么接下来的话呢 那个我会跟大家讲讲 就是说后面一个部分 介绍一些基本的 跟这个相应的一些算法 而且呢就是希望大家通过这个东西呢 对APS的有一个相应的调整 认知有一个相应的调整 另外还有点为什么呢 大家讲到优化算法 那么一些人员在卖的时候 他为了把这东西卖出去 他把这个优化的事情 就是说介绍的是一个零药 但这个零药实际上是有一定的限制的 那么我相信在座的各位 因为参与者的过程当中 所以说大家都会对这个东西呢 有一些相应的一些认知 甚至于有些同事他已经对这个系统做过一些实施了 是这样的情况 大家有没有些什么问题 大家有些什么问题吗 没什么问题我就 那个朝下讲 好吧 那我就继续 是这样 就是说我会去跟大家介绍一些 那个APS的算法基础 首先第一点跟大家说一下 我不可能跟大家讲太详细的算法了 因为那个我已经多年不碰这个计算算法了 我已经不碰计算算法了 虽然说我那个大学的时候 还是成绩还是相当不错 但是呢 我可以跟大家做一些 那个具体的一些说法吧 实际上在这当中的话 APS里面主要用到的 就是那个两大类 一类呢是数学规划 包括整数规划 先行规划 非先行规划 等等这方面的内容 另外还有一个呢 就是当它带来一个约束的时候 那么实际上 约束规划里面呢 有一个相应的一个搜索 那么跟大家解释一下是为什么 前一个呢 那个数学规划呢 是为了给一些问题进行求解用的 前一个就是为了求解用的 那么大家说我为了某一个目标 要进行求解 要进行求解 那么就会用到相应的数学规划 而后一个部分的搜索算法的话呢 实际上是跟你算法本身的 那个性能是有关的 实际上是跟算法本身的性能是有关的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呢 最主要的用的就是这两大类 然后这个当中的算法是相当之多 相当之多 如果在座的有搞那个i-log的 或者是用一些其他的一些那个优化引擎的 它会接触很多很多这个东西 但是但是这个东西不好玩 我先跟大家讲清楚 这个东西不好玩 所以说呢我从我来说的话 包括我当时和那个 这边的余主席Martin沟通的时候 也是想就是说 介绍一定的跟算法相关的内容 但是的话呢 不是太深入进去 因为如果才深入 说句老实话 连我很多自己都忘了 但是的话呢 就是说这个东西 它有一定的限制 而且用的人来说 你不需要知道太多这方面的内容 但是它那个总的来说 就是这两类 是这样一个情况 那么作为一个那个 狭义的一个APS的话 我想跟大家讲什么呢 就是说狭义的APS的话 它实际上已经在那个营运的层面 针对这样一个供应链的一个环境 定义了一定的那个 所谓的系统参数吧 然后它能够做到这些工作 那么这些工作的话呢 有那么多厂商都在做 那么如果是从APS系统来说的话 国内国外还有那个两类不同的厂商 它们之间还是有一些差别 那么比方说 大家会看到 作为一个APS系统 它需要有基于业务规则的资源 和物料的一个优化 那么国内的话呢 是做一个优化引擎 然后把这东西建模进行计算 这个是一点问题都没有 这个是一点问题都没有 但是如果是要分的多层 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的 我看到过一些国内的应用软件 那个和国外的在本身的实践上 可能还有点差别 所以说我们看到的很多的那个国内软件做的呢 它不是做的那个FAS 就是那个Final Assembling Scheduling 最终的那个产品的总装的那个排程 就是做的那个最终产品的那个计划 基本上都是做在产生品层面的 因为那边的话相对来说 没有那么复杂 是这样的情况 那么第二条的话呢 就是说模拟仿真 对吧 然后进行一个相应的一个计算 然后有多个场景 进行一个假设场景进行比对 那模拟仿真这个领域的话呢 现在的话国内有一些做模拟仿真 但是在生产计划层面 去对将来情况做多个场景的模拟仿真的话呢 是拒绝于它的需求 拒绝于它的需求 如果你是只是对总装 为了拍个电视片 看到这个我做了一个那个动画 前面有个总装线上面东西上来 一件一件装起来 这个是没问题 但是真的要去做模拟总装现在还是有问题的 其他的一些的话呢 或多或少 两边的距离就是越来越少 因为这个在实践过程当中 你建模啊等等啊都要去用的 对吧 制造过程当中运作的一个同步 那么这个纯属于一个项目上的内容 这个项目上的内容 有限能力的一个排程 那么是看你能够排到多少种有限能力 对吧 然后的话呢 实际上那个设计者 就系统设计者或者实施者 他对你的那个应用 也是有差别的 也是有差别的 对吧 那么这个能力的话 你可以考虑一种能力 也可以考虑那个多种能力 那么这个当中的话 会对整个的那个系统产生不同的一个影响 约束的一个管理 对吧 你有两个约束三个约束 对吧 多个约束的可能性 怎么去考虑 对吧 动态的提前期的一个计算 那么这个的话 也是存在项目上的一个内容 没有必要去 那个看成是一个产品上的一个能力 同时考虑物料 和那个能力的一个约束 这个也没问题的 然后惩罚成本的管理等等 那么这个呢 实际上 是那个 国内的一些项目当中 就经常会用得到的 会用得到的 那么如果大家去看的话呢 去年我跟大家讲课的时候 曾经介绍过 像如果昆迪克这样的公司 它提供的一个建模的一个工具 一个平台 大概是怎么样的 大家会去看一下 他们去年slide里有这方面的一个介绍 那么咱们来谈谈这个当中 另外一个不一样的一个地方 在这过程当中的话呢 那个制造业的话呢 有各类的机构模型 机构模型 这些都是它的供应链的一个模型 可以看成是一个机构的模型 但是整个一个计划模型 肯定要加上其他一些内容 那么最明显的 对吧 除了有机构之外 还有什么相应的一个时间 对吧 还要考虑到你整个的一个建模的一个流程 我可以跟大家讲讲 就是说这个当中的话呢 如果这些问题被大家所认知到的话 实际上大家可以在这个系统当中 用的更好一点 那么第一个 这个是用了一个V字来表示 对吧 那么这个是炼油行业 大家很清楚 炼油行业什么概念 首先是赚紧赚出来的原油 原油通过分解经验 然后得到了重油 轻油 然后变成了各种各样的分类产品 最后的话呢 包装或者是通过管道 通过那个管车 把它运走 放到那个零售端 然后卖给这种消费者 那么他会看到 它是来自于一个根 就是原油 然后慢慢慢慢慢慢朝外出去 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这是一个所谓的一个 V字的一个类型 那么刚才我也说了 在这个领域里面 比较明确的一个对象 就是Aspentech 他们做炼油 对吧 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么在那个 那一边有一个A类 对吧 A类的话呢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 有那么多的小的东西 总装总装总装 最后到做出来 加工加工 最后变到总装这边 那么这个在什么呢 飞机轮团制造这个行业都有 那么现在用的最多的 对吧 大家看到的就汽车 汽车这个系统 在整个的那个计划排程上面 跟这个比较相近 那么它和飞机轮船差别呢 只是它的那个部件上的数量级 因为一台汽车 如果是到那个钢板级的话 大概是两三千 如果是到那个罗丁级的话 大概是两三万 而飞机的话 基本上得二三十万 船弄跑更多 是这样的情况 那么这个当中的话呢 他们都涉及到一个 就协同总装的一个内容 对吧 那么甚至于在那个 我曾经看到过一个国外的一个视频 不知道是波音还是哪一家 它最后总装是个单件流 相当有意思 你看到那个总装厂里边 就跟我们看的汽车总装厂是一样的 它有一台牵引车 牵着那个鸡的那个鸡壳 然后再慢慢的行进 到了一个工位的时候 那个工位的人就上去 把相应东西给装好 那是一个电视片 不是一个动画 所以说应该是有人 就是有实现这样的一个做法 是这样的情况 那么当然 我要跟大家说一说 这当中是有差别的 是有差别 那么有什么差别呢 对越复杂的东西 它的工程改型 就相对来说比较复杂 比方说你一个飞机 对吧 你的那个 那个那个叫什么 你的飞机 你的一个组件 一些公共组件等等 已经在开始定型 可以去做了 但是有些关键部件可能还在设计 那它在这个过程当中 可能会设计到什么呢 边设计边生产 所以说的话呢 在这个 那个APS的系统当中 必须要和工程数据的 那个设计的那个流程 做相应的一个配套 那么这一部分的话呢 要看就是各家的一个应用的 一个需求和前景了 因为这些样的一个企业的话呢 它的生产周期 相对来说都比较长 相对来说都比较长 对吧 我见过的那个最 那个最 短一点的可能就是 这样的企业 比方说上海这边有夜轮机查 对吧 然后搭飞机 造船 我曾经接触过一家那个 做那个飞机发动机的 他们一年450台飞机发动机 那么像这样的话呢 他们做这样的一个系统 它怎么样去协调整个这个生产能力 那么它肯定要在当中做一个相应的研究的 是这样一个情况 那么现在的话 这些公司的话都是用一个Excel加半人工在做 是这样的情况 那个 然后的话 后面的话呢 这边是一个那个电脑生产 它用了一个RI型的 那RI型的是一个什么原因呢 是因为电脑的最终产品 它的配置各不相同 对吧 它的配置各不相同 那么这它用了这样的一个 一个不同的一个做法 还有一个呢 就是这边有个T型的 那T型的话呢 它相当于是一个那个在流通里面 对吧 在用的 它最后出来的是不同的一个东西 前面有不同的一个那个包装 那么我跟大家说的这个当中的话呢 就是跟大家讲了 这些机构模型虽然是各不相同 但它用的技术啊 如果后面我会跟他谈到的话 实际上也是相通的 只是说 在这个地方技术的话 先一步后一步是怎么样的 当然做到的具体的是不一样的 如果我是以前搞那个数学系的学生 那在我看来是一样的 但是如果是说我是做系统的 那么这个系统当中的确是不一样 再跟大家说一下 那么在这另外还有一点 我就跟大家讲了 大家千万不要去单考虑那个APS系统 到现在为止 比较成功的那个APS应用 它是作为一个方案 它和整个的那个流程 包括工程数据的 比方在零售里面 我刚才说了 就品位管理 就类似于制造你的工程数据 还有包括你的一些那个 跟那个MES的一些结合 都是有关系的 这一点大家要注意 这边我简单的列了一下 就是说那个一个那个狭义的APS 它本身是一种营运模型 我先跟大家讲清楚 那个因为很多的说那个ACP的 就是供应链那个计划的 那个或者现在咨询最多的 就像我刚才说的一下 那有家那个消费公司 他们要做那个在线上线下下面 他们全国的那个 那个销售的那个 网络的一个规划 那么它是属于一种那个模拟 我那天他跟我谈的时候 我听了他十分钟 我就问了他一句话 我说你能告诉我 你这样的一个模拟 你的那个频率是多少 你是按周按月 还是每季度 还是每半年 他跟我说一年两次 那么像这样的话呢 就是说那个 你是不是要采购一个系统 那就是铃铛别论 是这样一个情况 那么另外一块的话呢 就我们谈了很多的APS 它实际上是一种 那个营运上的一个概念 营运上的一个概念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呢 就是以前 现在用的最多的是 一些相对来的定型的产品 当它的那个工艺数据 被引入系统之后 然后进行系统的一个 相应的一个分解 对吧 那么首先的话 你这个当中呢 要考虑有不同的一个机构模型 那么在这个机构模型当中的话呢 它就是引入了很多很多的库存点 那么这一点呢 我要跟大家说明一下的 这个很重要 为什么就是说APS 除了我说 那个APS当初 在那个原来的那些 企业用管理系统里用的不好 所以说在90年代末 它被独立出来的时候啊 那个实际上挺有用的 另外还有一点 实际上公司的 那么现在大家看到的很多其应用系统 都在那个跨出去 对吧 用的最热的就是那个销售的 那么随着那个internet 那么走到了终端 走到了那个最终消费者的手机上面 那么那个但是的话呢 公司的管理系统 ERP到现在为止 还是成熟的ERP 还是围绕在一个公司的 资产负债核算体系的范围之内 就ERP不管怎么做 它很多机构设定啊等等啊 是跟你这个公司本身 最后出那个财务表表是有关系 那实际上公司运营 现在已经是一个横向运营了 对吧 那个两个不同的那个财务实体之间的 一个一个一个协作 对吧 外包啊等等啊 这些越来越多 那么这些都是会成为 供应链上的一个内容啊 所以说的话呢 库存点 作为一个这样的存在 APS可以和ERP里边 在库存点上面形成一个什么呢 就是交叉的一个部署的话 实际上对那个整个的营运的模拟 是有好处的 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对吧 那么因为这样的话 你才去考虑跟ERP对接 那么有人是想过 那是不是能坐在一个里面呢 我刚才跟大家讲的一个例子 就是说 APS因为一些原因的话 它现在已经不可能和那个ERP 放在一个系统里面 有些厂牌它是在一起的 可能系统它不是在一起的 所以说一下这个内容 另外一点呢 我累的不是很全的 那个限制 限制的话呢 有那个设备能力 对吧 有那个工具 那么还有一些大家也经常用到的 资源能力 比方说一些有自治能力的一些员工 这个大家知道的 我要强调的无非就是后两点 一个是目标 基本上现在能够提出一个成熟的营运模型里面的话 都能够包括我下面列出来的一些目标 一个是及时交付 因为这个是属于客户服务水平 那么另外的话呢 那个 那个你相应的一个所谓的成本 那么这个成本的话呢 要最小化 库存水平 那是营运资产的利用的一个最大化 那么最后的话呢 你的效益要最大化 还有呢 资源的利用率 资源利用率嘛 包括一些像OEE啊 或者是一些那个当班员工的那个最大利用 这个都是一方面的一个内容 那么在成熟模型里面的话 都有这些的一个内容 那么我提这一条的话呢 实际上是 请大家去想一想 每一个项目在做的时候 如何充分利用好 就是既有的一个模型 这一点大家去想的 因为我看到过挺多的项目 就争论来争论去 就是在争论 是不是要增加一个参数 这个参数增加了之后 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影响 然后的确因为增加这些参数的话 或者是那个推访人员的 那个 资数吧 或者是自己的期望值 或者怎么样的话 这当中产生一些问题 那么这一点的话 如果就是作为用户方的人 也对这些东西有一个了解 那么他会对这个 怎么去做的话 有一个很大的一个 一个那个 参与的话呢 他会让这个做一个存在 SAP无限能力计划 是这样讲的 那个 在SAP的那个ERP当中 标准的那个 那个 MRP计算 就是一个无限能力计划 就是一个无限能力计划 但是呢 SAP现在 产品也发展了很多年了 他现在在那个 ECD 那个就是他现在叫ECD当中的话 也有自己的那个 PPDS 如果你去那个 配那个PPDS Production Planning 和那个 Detail Scheduling的话 那么这当中 可以引入一定的 那个 能力 可以引入能力 另外 SAP自己有一个 APO的产品 当然 一直有说 这个APO产品 可能会 可能会 那个换 那么这个是一个 完全独立的一个产品 就是 就是刚才我说的 是这样的情况 那么还有一点呢 大家要注意的 就是计划参数当中的一些内容 那么 我写的比较简单了 我 一定要让大家 去 注意的一点 就是一个时间和时间点 时间和时间点 等一下会讲到的 因为 计划这个东西 是跟时间有关的 那么 一个是时间 时间主要指的是什么呢 就是两点 第一个就是 时间的 Time Bucket 就是你时间的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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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cket 应该是翻为 时间蓝框吧 那么实际上是跟你的时间的单位有关 你到底是 排程的时候是按那个小时 按分钟 还是做计划的时候 按半天 按天 按周 对吧 上面的话 还有按那个月 按季 按年 这样 那么还有一个呢 时间 也是概念 前瞻期 我朝前看多长时间 对吧 那个 五天六天 就不一样了 时间点也很重要 为什么时间点很重要 等一下我会给大家看的例子当中 有相应的一个时间点的概念 有相应的时间点的概念 大家会看到一个时间点 这个时间点 它会告诉你 就是说 我因为要参与这个计算 必须在这个时间点上 做一些散应的控制 这个呢 的确是做系统的人 很关心的一个事情 你说的能做 很多事情能做得到 能做不到 都不一样 那么库存水平的一些计算 对吧 那么因为这个东西 在计算的时候 库存水平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应用 那么在这个当中的话 包括前面说了 有没有这个动态的一个计算 是比较重要的一个内容 是一个比较重要的 动态计算是一个比较重要的 原来它是没有的 原来它是没有这些内容的 原来比方最简单的一个例子 安全过程怎么出来了 对吧 大家说 那个通过Excel算好了 导进去 然后呢 那个顾问和那个 那个用户两边就看了 反正 那个用户来承担一个责任 把数据导进去 是这样一个内容 那么实际上系统 的话呢 逐渐逐渐可以去做 这方面一个相应的内容 那么这个当中的话呢 大家还看到 就是说 我提的为什么会谈到 一个可能的修改呢 我个人谈的一个意思 我个人建议的是说 如果 我们能够 用户方和那个 系统的实施者之间 互相做一个了解 那么最大的 效益的发挥 这个APS的应用的话呢 是对这个APS的模型 有相对深的一个理解 然后可以把 这个系统的一个修改 做到一个可控范围之内 那么比方说 你在目标的时候 引入一些资源目标的调整 然后建立一个 那个模型的一个 那个整个的过程 这个实际上 在我看到的 现在系统做的好不好 主要是跟这些有关系 主要是跟这些有关系 跟大家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吧 我比方我这一班有140个员工 然后这140个员工 是在总装线上面 在总装线上面 同时装了五六个不同产品 这些员工的话呢 他根据他在 那个 做这个 在这个产品的 那个工作时间 来作为他评定 他做这个产品的 自治能力的一项标准 对不对 那么他就产生了一个什么 动态的 一个自治能力的问题 因为如果我有一个那个 或者是MES系统 或者是一个BACO系统 他可以把这个交货的时候 把这个员工号和这个产品 绑在一起的话 那么这张表一直在累积 这个员工做到的 在我排成的时候 我把这个数据拿过来 它会形成一个这样的一个 一个次序 优先机 那么肯定的有一点 因为我这个产品总装 需要有两个人 那个产品总装是需要五个人 那么如果140个人 到最后我肯定是排完的时候 希望我这些人 140个人 最好用到140的 如果不是140的话 那139比138好 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吧 那么这样的话 会引起我说的 目标当中的引起一些 目标的一些调整 那么大家要如何去考虑 这方面一些内容 如果你对系统的理解 对模型有一定的理解的话 大家比较容易达成一致 那否则的话呢 就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差异 因为在做系统的时候 有三种不同的人产生 一个是关键用户 他作为需求技术者 一个是你的咨询顾问 他作为后面优化算法 一个调节的一个桥梁 所以说的话呢 这个当中如何大家 能够协作好的话 是一个问题 但是我跟大家讲的是说 有一个理念 就尽量去发挥原来那个模型 因为它已经是相对稳定的一个模型 的一个作用 那么原因呢 我以后会告诉你们为什么 另外还有一个 就是建立模型的一个过程 对吧 那么为什么会谈到这个地方 就像我刚才刚才讲的一样 同样是那个 一个A类的一个生产 对吧 那么那个边设计边生产 和对一个相应来说 可以在某一个时间段点 进行 那个断带的 那个内容的话 会把那个 那个那个 它的那个流程上 是会不一样的 那么这个当中的话 大家做的多的话 也会有这方面的 一个相应理由的了解 那么 讲一句题外话 为什么要讲一些 跟流通有关的一些事情的话呢 就是跟大家讲一讲 实际上它两边的算法是差 如果从数据算法上 就是我刚才过点 数据算法上它差很多 那么这个呢 是最明显的一个例子了 这个是最早的 供应链计划的 一个案例了 对吧 那个 更像那个 更像那个 当时美国那个沃尔玛 和那个 那个保洁的那个例子 那个 那个沃尔玛通过 进行那个 一些系统的安装 我上面写的很多系统 都是沃尔玛的系统 那个灰色的 就是沃尔玛系统 EPC是沃尔玛的 那个电子 商品目录 GDC是那个 GDS是沃尔玛的 那个全球 那个数据 全球那个数据系统 那么这些系统的话呢 它把那个 沃尔玛在北美地区 它整个的那个 商品销售 的那个需求的一个变化 及时能够进行 相应的一个掌握 然后的话呢 它去做了 那个传送给它的 几个主要的一个供应商 比方说那个 那个 宝洁是其中的一个 那么它在当中的话 它是一个 当时是一个业务 是一个 是一个业务的一个拓展 就沃尔玛是投资 做了这些东西 沃尔玛投资最 甚至于 在偏远地方 有用那个 租用卫星线 租用卫星 它的目的就是说 你当天晚上盘货的时候 要把这个系统 的数据能够给我 然后它也给他们 做了一些那个 店内的系统 那么店内的话 接货 对吧 收货和盘货 数据能够及时返回过去 那它把这个数据 准完之后的话呢 它交给了那个 那个一些主要的一些 那个消费品生产厂商 那么因为这个消费品生产厂 能够及时得到 这些数据的话 它们在交易结算的时候 是有一定比例的 incentive 就是说如果你能做到这一点 保持我的整个的 生产比较稳定的话 我可以给你 比方说千分之几个点的 incentive 大家知道在流通业里边 它的利润 也就是几个点 所以说真的 如果有个千分之几的话 那实际上是很大的钱 是这样的一个概念 那么我跟大家讲的 这两点的话呢 无非就是说利用这个 跟大家讲另外两条 另外两条 就是旁边我列了 三条数 那么一边的就是讲了 在那个流通行业 和消费零售行业 应用里边 因为它跟运作有关 它跟POS有关 跟什么有关 所以说的话呢 它们相应的一个建模过程 实际上 它们里边有自己的叫法 就叫category management 瓶类管理 当然它还要 还有一些其他数据要开 比方开的店 对区域做过的 但瓶类管理 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么这个在那个 所有的那个流通计划 系统当中 瓶类管理是做一个 独立的一个 很多要应用存在 而现在的话呢 那个 制造业当中 是不是把这个东西 变成一个流程 至少在我看来 现在是很不靠谱 那么多的企业 都在谈什么PLM 怎么做 那这个东西 实际上 它不是一个 营运上的一个概念 那个东西 它只是说 OK 我有能力 自己设计东西 当然很重要 因为中国制造 对吧 要变成 那个中国 有自己的那个 知识产权 PLM是很重要 但是它 不是一个 营运上的一个概念 这个大家要说清楚 所以说的话呢 如果要做APS系统 怎么样把 那个 一个设计的 一个数据 变成一个 真正上的 工程数据 被引用 那么实际上 在制造领域里边 还要跟其他的行业 去做相应的一个学习 是这样的一个概念 另外还有一点的话呢 这个就 不是太稀奇了 就是说 我就跟大家说一下 就是说 他们里边 也有目标调整的内容 比方说 我给大家 列了这个例子 在流通计划当中 有叫 Markdown Planning 什么概念呢 它是为了让 某一个品类的商品 能够在 它的生命周期 过程当中 尽快的被卖掉 我上个星期 路过一个冷库 然后正好碰到 一个那个 那个 那个卖肉的销售 跟他开玩笑 说怎么 快点把这个肉卖掉 他说 我净价是多少 然后我放到 那个 拿了拿了一个 仪装箱的肉过来 然后分成了小份 放在超市 N个超市的 或者他们的 那个中端里去买 一开始卖多少 过了一个星期之后 这个 半价销售 那么这个是什么概念呢 就是说 我以一个目标 比方说 生命周期是两周 或者是像服装的话 一般是六周 对吧 在六周里面 我这个服装都要卖掉 那么一开始的话 介绍期 服装是卖多少钱 多少是卖掉 然后到比方说 平台期以后 怎么样利用销价 把这个服装 能够保证在六周以内 把这个服装全部卖走 因为他们做过一个比对 他这样的营运成本 就是比那个销价 比起来的话 肯定是做这样的方法 比较那个核算 所以说呢 Markdown Planning 但是Markdown Planning 有一个问题 他在当中的话 引起在计划当中 至少有一个什么 就目标上的一个调整 他的目标调整是什么呢 他整个的这个综合的 一个目标当中 就是有一个什么呢 因为他的价格是在朝下走嘛 那么价格和他竞价之间的一个价差 也是在做一个相应的调整的 Markdown Planning 他会做这方面 目标当中的一个收益的 那个部分 就相应的一个调整 还有呢Allocation Allocation可能很多人都懂 那么是指一些那个 过程当中啊 一些那个紧抽的一些资源 需要做相应一个分配 分配 那么有 当然 那个 给大家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吧 在也是在流通业里有的 我今天要做一个促销 比方说某某品牌 我来做一个促销 那么这个促销的话呢 我做了一个那个 他的一个小包装的促销品 他做同样商品 但是一个小包装的促销品 这促销品呢 需要在那个流通仓库里边 以那个那个绑定的方式 跟那个进行绑定 但是呢 我的促销器只有三周 我生产这个小的促销品呢 正好是 比方说是两周 那么当我在那个 铺货的时候 对吧 那么如果 考虑到一些效益的话 我不可能把这些促销品 全部生产好 拉过去 绑好了再去卖 我如果是一边 就是跟那个 补货周期匹配的话 一边生产一边配的话 那么当我出来促销品的时候呢 我首先要考虑到 这个促销活动的 那个效果和公平性 做横向的分配首先 如果我那个促销品出来 现在做的是20% 那是20% 首先是在这一轮当中 应该是横向分配的 那么这个是最有明显的一个 那么这个 我就跟大家说了一个 在这个大的模型定的前提下面 有些小的模型调整 这在任何行业里面都是有的 而且呢 有些是跟他们的那个 算法等等啊 这跟他运作方法 都是能对应 是这样的情况 好吧 好吧 那么我后面讲讲这个了 这个是我的一个一个 一定要跟大家交流一下的 就是说这个做的过程当中啊 这个APS系统到现在为止 它推广的一个情况呢 始终不是太好 那么其中有一个原因 是跟这个有关系的 对吧 数学模型的复杂度 延缓了它的一个推广 对吧 任何人都说这个数学模型 是相当相当之复杂的 任何人都这样说的 任何一个人说数学模型 相当之复杂 我这边呢 就给大家讲了一个 做了一张富途 那么这是一个 一个复杂 一种复杂性理论当中的例子 对吧 蝴蝶效应 蝴蝶效应是一种复杂性理论 他说的是说 一个很小的脑洞因素 会引起你一个很大的变化 是这样的一个概念 对吧 然后的话呢 我说的是说 那个 你在这个当中的话呢 你如果是考虑到 你整个的运营的话 那么你还是能够在 你的应用里面 能够做相应的应用 能够做相应的应用的 这个是fit的 这是fit的 只是我调的是不一样 那个 我说这段当中的话 过度的人 他没有去考虑 他把这个算法看得 相当相当之神秘 所以说的话呢 给大家拉下了一个距离感 实际上 如果大家回到我前面讲的 大家踏踏实实 从一步一步开始去做 我是为了实现某一个目的 要做这件事情 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的期望是怎么样的 大家可以把这些做好的 而且已经有一些行业 或者是领域 他们有了挺多的一个 实践的成功经验在里面 大家可以借鉴 是这样的一个内容 那么这个呢 是我要跟大家重点讲一下 因为这个是我 读大学的时候念的 读大学的时候念的 就是说数学模型 实际上 那个是一个有限的一个能力 大家要注意这些内容 而这些内容呢 那么多年我都没忘 而且呢 这些内容实际上对你今后 就是说对这个数学模型 应用当中的一些东西 是有实现的 实践的一个影响的 那么你知道吧 就是我以前 做的专业是运筹学 就是做计划 当然我有一个 地球课 就是数值算法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呢 我们必须要去做什么事情呢 就是就在你做任何一个计算前面 你要对这四个内容 要进行一个讨论 这个是跟什么呢 就是跟你 我们讲的每个算法 可能不一样有关系 当然我们做出来的目的是 让这个算法可以重复用 第一个算法是什么呢 你这个得到的那个完备性 就是说你当时呢 若到我们今天做一个 系统实施的项目来说的话 你在实施之处 你这个信息沟通 是不是完整的 对吧 那么有的是完整的 有的是不完整的 这个已经跟项目有关了 第二个的话呢 是是否有解 在很多情况下 数学模型不一定有解 那么这是为什么 我们才说 在特定的领域 在一定的复杂度条件下面 对吧 我们要对这个东西 可以进行有解的一个计算 当然现在我们的实践经验 已经是很多很多 都是有解的了 是这样的情况 那么还有一点的话呢 也跟有解有关系 也跟有解有关系 就是说有解的话呢 他也考虑到 做一些相应的一些 模型的分层 这个在前面的那个 最早的那个 APS ACP的那张图里面 它是有的 它最底下都是排层 上面是计划 在上面的话 是Mask Planning 在上面是Static Planning 那么这样的话呢 他利用这个分层的话 也是降低了 它的复杂程度 然后的话呢 以促进它的有解 是这样的一个目的 那么这些的话呢 大家一定要清楚 这实际上是 所有搞数据规划的人的 一个共同的一个做法 都是这么干的 不是说他 某一个人跟你讲这个 他不懂或者怎么样 他真的是这么干的 是这样的情况 那么右面的话呢 要讲一讲了 这个也是挺重要的 一个是什么呢 收敛和自信区间 什么概念呢 你们现在并不知道 这个是怎么来的 你们只是说OK 我反正有一个叫优化引擎 whatever这个是i-log 或者是其他一些开源的 或者是要买的 然后我把这个参数弄进去 然后他进去算 我们当时是 学怎么去设计这个算法的 那么在这段过程当中的话 你就是要什么呢 你算出来 我是用离山算法算的 你这当中 二乘一 我在计算里算的时候 计算机里做的时候 它不是二乘一 是一个数字算法 那么 那个 那个收敛的 你这个是不是收敛 就是说你在是不是会有结果 计算机上有结果 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内容 自信区间 你算出来那个内容啊 你有多少的那个范围之内 它是可信的 它是可信的 那么 现在到底有没有什么最新的论证 我不清楚 当初 我们基本上就是认为 自信区间 是七个时间段 七个time bucket 这是为什么 我在前面也始终跟你们讲 你们要注意时间 这个是有关系的 另外呢 为什么会跟七个时间段 会影响什么东西呢 大家会看到 因为自信区间是有限的 所以说才会产生什么东西 牛边效应对吧 你根据一个数据算法算出来 它这个参数有可能变化 那么它在前面的话 它的那个 虽然说和实际的差异比较小 但是后面的话 它差异比较大 就类似一个牛边效应 就类似一个放大 是一种放大 是一个牛边效应吧 那么为了要做这个牛边效应 进行消除 那么如果通过一些系统 对吧 进行滚动计划 对不对 那么可以利用一些计算能力 进行滚动计划 然后呢 把这个自信区间朝前去推 对吧 朝前去推 那么你可以去做 这方面的内容 这你刚才提的那个例子 我去年 做那个printing当中 有这样一个demo 有这样一个demo 当时就是 讲到这个地方 就是说 我刚才前面也讲了 就是说 我有一个oem厂商 它的那个 虽然说它的生产周期是四几天 它的bomb周期是七十几天 但是它那个 总装只需要 半天或者一天 所以说它最后一周的话 会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 比方说船期啊等等 因为它oem嘛 它有船期啊等等的原因 它要调整 它希望有个系统可以帮它忙 我们当时给它做那个demo 就是能做这个东西 那么像这样的一个滚动计划的话 大家会看到 滚动计划里面有什么东西啊 比如标准的有滚动计划 就是说什么呢 从今天开始 如果是那个车间计划的话 从今天开始朝前 看七天 然后每天可以分上下五 或者是按班 这是这跟什么概念呢 跟我进行计算的时候 七个time bucket 可以有关吧 然后的话呢 在下面的话呢 把它进行一个相应的一个合并 合并成什么呢 三个周 那么七天加后面三周是什么 是一个月 在后面的话呢 就按月进行合并 这个滚动计划 可以看到什么东西呢 在一周里面 它的可信度比较高 它可以用来进行 指导我的生产 当然如果我这个 那个计划的重滚的时间 可以是当天的话 那么明天的那个调整 当然都是能够反应的 当然都是能够反应的 对的 你刚才讲的对的 Bomb的整个周期 是七天 那么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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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后面的话呢 是给生产工厂的人 对它进行相应的一个能力的一个限制 能力的一个考量 对吧 我今后一个月 我大概做这些东西 我大概要准备多少人 有的时候一些特殊的一些 一些那个资源 包括一些工具模具啊 等等这方面呢 你怎么去准备 那么在这当中 它会根据这个进行考虑 那么还有一个什么东西呢 如果是到月 到季的话 那月的话 很多是跟销售有关的 因为月正好是销售考核 很多也是按月按周的 然后那个按G的话 那么整个公司 它的一个能力 那么都会跟这个相关 所以滚动计划的话呢 实际上是跟这个数学方法里的 一些东西是有关的 最后一个还很重要 性能 你说这个东西有解 你算到什么时候出来呢 对不对 为什么我刚才跟他说了 实际上数学规划不好玩 前面是一个数学规划 后面是个搜索算法 搜索算法 实际上很大的一个用处 是帮你提升性能用的 你搜索算法的不同 可以大大的提升你的那个计算性能 是这样的一个内容 实际上很多的那个 所谓的算法专家在做调优 他调的数学规划的成分比较少一点 他大部分做的是在这个搜索算法上的调整 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么在这当中的话呢 我跟大家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这是一个真实的例子 那个 我以前做过一家公司 他们 有专家团队做这个事的 他们在讲演的时候呢 为了那个强调这个算法的那个复杂程度 当然的 那个 他就跟我们讲了那个 销售员旅行的那个问题 销售员旅行问题呢 是在那个优化计算当中一个典型的一个问题 但是大家知道吧 就是当这个销售员便利的点要超过30个的时候 他的计算量已经是一个天文数字 那么在这个天文数字下面 实际上就是说从经济意义上来说 这样的算法是没意义的 是没意义的 然后他那天呢 就是在讲这个东西 然后我那天就 后来跟他笑了 我就跟他说 我今天是今天下午 下面做了那么多的董事 他们关心的是说 这个系统怎么样能够用得好 你吓唬他们什么意思 他们想30个点就算不出来 那你这个算法怎么去弄 你要应该跟他讲讲 那你经过怎么样的一个调整 对吧 能够把这个 不光是这个复杂程度 你要有这个 解决这个复杂程度的方法的 这样的一个情况在里面 所以说的话呢 为什么要去认真的 对这些层面的信息 进行一个相应的一个讨论 实际上是说 这个当中有他自己的复杂程度 但是他是有 已经有很多实践的一个 存在的一个经验 大家呢 可以在这个当中 得到一个相应的一个结果的 那么我讲这些东西 也是希望你们能够去理解 一个APS厂商 他们是怎么组织的 它里面可能会碰到些什么东西 如果你们碰到问题 从哪个角度去 大家去进行配合 可能比较好一些 那么实际上 因为至少在国内吧 或者做这样的那个系统 那还比较少 所以说呢 我觉得可能有经验的 那个顾问也比较少一点 大家可能做的时候 这次以前我看到一些项目啊 就是说始终是认为 这个效果不是很好 讲不清楚 可能就是在这儿 在我看来 大家这一点 还是要希望大家能够有所了解 好吧 那么后面的话呢 我介绍一个 那个简单的一个例子 那个这边呢 是一个那个 我选了一个那个产品 这个产品的话呢 它这个当中的话呢 它会去跟你说 OK我是怎么去建模的 那么首先的话呢 那个产品 它有自己的建模工具 在这边的话呢 它建的是一个那个产品的模型 那么这个产品模型呢 实际上就是所谓的公益数据 那么有一点跟大家说一下 那个公益数据 尤其是装配业的 进到API系统当中的话呢 它和你在原来那个 ERP里的那个数据的 那个处理方法会不一样 会不一样 为什么不一样呢 到这边来 让它看一下 为什么会不一样呢 只有两点 第一的话 比方说这边有个车 那么在这个当中的话呢 你这个车当中的话 它本身是什么 车当中有僵硬的 自己的一个配置 对吧 我比方说那个 当年那个通用造车的时候 他们一开始 在网站上可以配 9个不同的配置 9个不同的配置 然后我的那个变速箱 是什么样的 然后我的那个 那个内饰是什么样的 它可以配不同9个 网站配出来之后的话 你的系统里去算 那系统里算的时候的话呢 那么在系统计算的时候 它有一个所谓的 规则的一个计算 所以说的话呢 它的数据的组织方式 如果你原来系统里面 都是 那系统里面 ERP数据拿出来就能用 不是这个概念 因为我为什么提这个事儿呢 我如果没记错的话 是六七月份吧 在北京曾经有一群ACP的客户 开过一个工程数据的一个会 那么你如果从我怎么用好 ACP PM的角度去说 你们交流经验的是没问题的 如果你是说OK 我做这个东西是为了 我认为数据有了 可以后面去交到APS系统去用了 那不是那么回事 大家要注意的 那么这边的话呢 因为我后面会去用 一个总装的例子跟大家讲一下 所以说在这边的话呢 我就用一个典型的 一个拉动的例子吧 对吧 给大家去看一看 这个是怎么样的一个做法 这当中的话呢 是一个乘数算法的一个模型化 这个乘数算法呢 就是我刚才跟大家讲的 那个叫什么 dbr的一个方法 dbr方法 dbr是什么呢 就是drum鼓 那个b是buffer r是那个rope 那么这个呢 那么这个呢 是那个限制系理论的 那个畅导者 他们搞了一个相应的一个算法 那么这种那个算法的话呢 他是说OK 我在这个过程当中 应用一些算法 能够找到最主要的那个关键的限制工序 在这当中呢 就是放鼓的这个地方 然后的话呢 那个在这个过程当中 如何去考虑相应的做一些那个buffer缓冲 然后的话呢 在这当中建立一个相应的一个绳子 那么这些东西的话呢 跟你的那个前期的 就是说工程 那个那个工厂设计过程当中 工程设计过程当中 这个当中的一个那个所谓的一个产能凭准啊 等等啊 都是有相应的一个一个关系的 那等这些东西全部做完了之后 你就形成了一个所谓的 这样的一个APS的一个模型 那么APS模型呢 是作为一个营运上的一个工具 在一直的进行相应的计算 它的目的是什么呢 是应急 对吧 如果在这个前提下面 突然间发生了当机 突然间发生了前面销售要求改 突然间发生 比方我刚才说的OEM那边 突然间说那个传奇 有什么突然问题要进行改的话 我能不能做一个相应的一个调整 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么这边的话呢 我随便列了一个 就是说装配或者是汽车总装和零配的装配 他们有这方面的一个经验的一个厂商 你可以看到他们的那个产品的一个体系 在这当中的话呢 一方面有相应的什么呢 有工程数据 对吧 在这边叫product documentation 另外一方面的话呢 是configurator ros engine 就是基于那个配置的那个规则的引擎 然后呢 才是它所谓的那个scheduler 下面的话呢 有相应的一些跟执行层面有关的事情 那么这部分内容的话呢 大家最后才是真正意义上 业务执行层那个蓝色了 那么大家现在的话 如果看APS系统的话呢 只需要看上面的planning的那个层面就行了 但是这个当中非常清楚 如果你现在在 那个要做这样一个APS系统的话 那么它一定要有一个相应一个成型的 成熟的一个模型 那么要考虑一下这些相应的一个内容 刚才我跟大家已经做了一个简单介绍 那个 刚才讲到这边呢 就是跟大家讲了一下 这个当中你会碰到一些数学方法 那么无非就是强调两点 第一的话呢 数学方法可能是千差万别 但是的话呢 反过来讲 之所以能够当一个 那个经验卖给你们 是因为它的确已经归结了 一些相应的那个模型 它存在的 那么在每个 公司在应用的时候的话呢 又要强调到公司自身的一个特点 所以说的话呢 在了解模型的前提下面 如何对模型做调整 那也是一门艺术 大家要注意的 另外的话呢 至少在国内做那个实施的时候 还有一个短板 就是工程数据 也是建模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内容 现在的话 有这方面经验的人并不是太多 这我要跟大家讲了 好吧 我稍微停一下 大家有什么问题吗 后面会比较快 那个slide我已经给了一个主持者了 那个slide当中就是后面那几个slide是没有的 因为这是别人的一个案例 所以说我把它删了 那个前面的slide里面都有 是这样 那么我要给大家看的这个案例呢 它是一个汽车装配业的一个那个案例 那么他们呢 你知道汽车的那个一级供应商 它是一个汽车的一级供应商 它做一个汽车的一个主 一个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部件 然后他呢就是说一个一个场景 就是说他每天他从那个总装厂那边 那个拿到那个他们需要那个 那个股获的一个情况 另外的话呢 他是一个在这方面技术的一个独特的提供者 所以说的话呢 他也为不同的那个总装厂 不同的那个客户提供那个相应的一个产品 这个产品是通用的 当然每家有不同的东西 对吧 因为他这个当中包括三部分内容 他地有那个电子和线蓝 也有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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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壳 有一些那个这方面的一些内容 那么他既有那个电子 他就当然有那个电子 有那个汽阶啊 对吧 有那个测试啊 这个工艺 然后有那个线蓝 那么又有汽阶了 有那个那个外壳的话 那么还有些其他的一些内容 包括那个 甚至于有一些那个喷漆啊等等 这方面的内容 所以说的话呢 从工艺角度来说的话 他里面也挺复杂的 是这样的内容 那么在他得到的 他呢作为一级供应商 那么他前面的话呢 是总装厂 对吧 总装厂的话 他有两类 一类总装厂的话 他可能是那个自己生产了 给别人 给别人去用 那么另一类的话呢 他可能是那个 那个直接给那个总装厂配套 那么总装厂就有拉动计划 还有些他可能是远一点的话 通过那个气运或者是 甚至于船运出去 那么他还受到一个船的一个影响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呢 他需要去做这样一个内容 那么我给大家这个例子的话呢 他们这个项目马上就要上线 马上就要上线 那么他做这个过程当中的话 大家会看到 这是他的第一个结果 第一个结果 这个结果的话呢 就是他进行计算之后的话 他的某一个那个部件 他的那个相应的那个 MRP的那个pending list 他就根据他的那个计算 我要做某一个组件的话 我需要有多少这样的东西 在今后一段时间里面 当然这个配色 因为那个演示系统做的不是太好 所以后面那个那个都是红的 然后呢这边的话很清楚 他是一个窗 一个窗的一个内容 那么这边的话呢 是他们的一个那个排程 因为那个在系统当中的话 他们那个有多也是混线做的 也是混线做的 就是说有一段时间做这个 有一段时间做这个 那么混线做的当中的话呢 他所以说做的时候呢 他有两类不同的 一类的话呢排程的话呢 他是排到一个小的批尺 还有一个的话呢 他排程的话是排到单件 是排到单件 那么那个做单件流的话 将生产保障上的 工程设计上的那个保证 要更强一点 协调要更多一点 那么当然从管理 从那个计划手里来说 单件是更简单一点 主要是把应急的问题 考虑清楚就行了 实际上 那么有批次的话 就相对来说有复杂一点 当然混线的就复杂一点 两个不同的去混 为什么根据呢 限制条件和那个目标值 然后为什么先做这个 后做那个 根据惩罚值 如果不能满足的话 怎么办 这些策略的话 都要有相应的一个体现 那么这个呢 是另一个那个界面 这个是什么呢 就是他的那个 他给他的 就是他给他自己的 供应商的一个拉料信息 一个拉料信息 我需要你在什么时候 能够过来 那么这个上面是可配的了 既可以是 每两个小时 也可以是每两天 然后呢 有不同的一个颜色 上面那个字符 是代表了不同的一个状态 那么这个当中的话呢 是代表了他的那个安全性 这个上面是叫 coverage time bucket 那么国内这部分的话呢 那个这边的话呢 就是可以放在一个界面上 给大家去看 国内的话呢 通常的做法就是说 有那个采购 或者是那个 那个管理人员吧 那个在那个隔天 对那个明天 进行那个 缺料的那个检查 这个是每个 每个公司好像 下班前都有这项工作的 就明天的缺料检查 对吧 然后呢 如果不行的话呢 就是设定一定的 那个安全库存 这是一般的 一个管理上的 一个处理方法 因为 国内是都是 测厂边上 大部分都有那个 所谓的那个RDC 那么这个呢 一般的一个存货策略 都是这样的 那么大家呢 也可以去看 不同的一个方式 怎么去做 如果如果有的是在 同一个园区里的话 那么那个 那个他的安全库存 可以做得很小 对吧 如果那个 整个的那个 捕获水平啊 等等啊 包括一些外界的一些 那个物流情况 都比较稳定的话 那么甚至于有人 做那个 inventory on the wheel 就是说那个 他计算的时候 连那个 在图的那个东西 都考虑进去 这个系统的话 他有这些可能性 怎么样去做到 你们在管理上的 一个最后的一个结果 那么 这要和那个 具体的实物操作 去做相应的一个衔接的 所以说的话呢 像我们这些 做软件的 也要稍微懂一些 就是你们的一些运作 这个也是有一些关系 是这样一个情况 那么在这边的话呢 他无非就是告诉你 他已经怎么进行 一个相应的计算了 那我就不去多说了 这个 后面这个 那个这张图图 看看 material order 这是他那个相应的 一个那个 叫什么 这个 这个部件的一个 那个订单的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体现 体现一些数据 另外这边 我要说一下 那么这些东西的话呢 他还是需要 有一些数据的 一些提供 那么这个好像在国内 基本上都不成问题了 对吧 国内很多企业 都有那个相应的 那个条码呀 或者RFID呀 有些企业的话 可能有做那个 直接C card呀 或者HMI 对吧 那个人机的交互界面 做这些东西的 最主要的目的 就是把关键的 数据点上的数据 能够及时的 反映到 我们的计划系统里边 去提供相应的状态 那么这些东西是 就是说 在这个当中要去做的 那么 我刚才说的 那个项目 他们基本上 还有两个月吧 就上线 就这样的情况 那么这两个 跟大家说说的 就是我说的 其中的一个时间点 其中的一个时间点 其中一个时间点 那么 在这当中的话呢 有相应的 任何一个计划系统 和排层系统 实际上是跟业务呢 是紧密连接的 那么在这当中的话 系统 为了要去考虑 这些内容的话呢 会对 这些时间点 进行相应一个掌控 那么这边的话呢 我给的那个例子 是个车 大部分的车的话呢 它是能够定型的 那么如果 那个 的确有 边设计边生产 这种情况的话呢 那么 其中的 再倒数第二个 就固定定竿配置 这个时间点 要做相应的调整 因为只有这样的话 才能保证 不出问题 最后一个总装线 计时控制呢 是指 这个指在那个 车的总装里面用到 跟设备有关的 如果我一个车身 在上总装线前 就已经不能换了 已经排上去对了 突然间发现 这个车身有问题 或者它 突然间短量 或者怎么样 这个车肯定装不了了 那么这个时候 它还有一个应急的办法 就是把这个车身拉下来 对吧 这个呢 是跟具体的操作 都是有关的 所以说的话呢 就是我说到了各个地方的各不相同 但是的话呢 它的基本的理念是一样的 那么讲到这边的话呢 有一点跟大家讲一下 我讲一些 我的一些观察 这些观察呢 是到今天为止 到今天为止的一些观察 那么实际上东西也并不多 第一的话呢 就是 APS作为一种技术的系统体现 对吧 它是与时俱进的 因为从90年代末吧 到现在为止吧 20几年了 对吧 20几年 那有各种各样的应用 那么一直是 有相应的一个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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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那个与时俱进 有一个发展的 那么大家没有必要 就是拘泥于 某一个具体的一个东西 这是为什么 有的时候我在算法上 也写的不是太多 因为你要去翻那个教科书里面 那些公式 说句老实话 实在是受不了 然后呢 算法的差别是存在的 但是的话呢 作为一个那个计划的应用模式 它还是能够总结出一些 相当成熟的东西 被大家成熟去应用的 对吧 那么还有呢 就是说 我说狭义的和广义的 或者是营运上的和战略上的 它是存在的 但是它的算法上 实际上是有一定的通用 相通的 这一点要跟大家说一下 否则到它 这个东西 大家一直认为 它就是一个特殊的东西 它就没有被推广的 那个理由和必要 实际上挺好用的 是跟大家说一下 那这些东西的话呢 就是跟大家讲了一下 就是到今天为止 大概是这样一个情况 大概是这样的情况 我还是挺鼓励大家 如果有需要用这些系统的话 大家可以去考虑 如何备用 到这些东西 是这样 那么 后面呢 就讲讲那个 将来的一些事情 将来的一些事情 我稍微停一下 大家有什么问题吗 请讲吧 请讲吧 菲利普 对的 您说生产需要稳定 是什么概念 这是两个问题 这是两个问题 我说了 大部分的生产的APS系统 它是一个营运系统 就是说当工程 计划肯定要变 我还是知识计划 因为我给大家做过很多demo 这个里面的计划 都是应急用的 只是说你做什么样的应急 第一点的话 就是说工程更改定下来之后 工程设计 应该是工业工程设计定下来之后 实际上你整个的生产过程等等 包括产能等等是定的 是定的 这个东西的话 就是说你还是要去 为什么我说这是个言语上的内容 就是这样一个情况 如果你是当时定的是 拉斯生产 然后这个当中是有批量的 那就是这样一个情况 系统都是能够支持你的 系统帮你做的是什么事情呢 系统帮你做的是 对那些目标经营相应的平衡 那计划最好不要变 我觉得不可能 因为我曾经接触过 消费品行业 那么他们那边呢 至少到现在为止 在我看来还是比较简单 消费品行业因为量比较多 所以他们的一般的反应周期呢 都在周 所以他这边都不存在计划变不变的问题 但是我也见过有一些行业 虽然量挺大 但他利用人力 他的那个计划调整周期 是一周两次 而且他还是用人力 所以说呢你说计划变不变 那是要看公司的 对吧 因为一般来说计划变动啊 有两种情况 一种情况就是说 他计划变动是因为不可抗力 机器当机了 没有料 那没料的时候就拿着 跟计划部门 那个PNC里面的那个物料掌控 还是有关系 物料管控有关系 那个更不要说那个 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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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机 对吧 那是另当别论的事情了 那更大一部分是来自于什么东西呢 是来自于销售的变化 那今天这个社会 那个那个 实际上那个 有多少是那个 都是还是客户第一的 所以说的话呢 就是为什么我在去年 给大家讲课的时候 讲了那个OEM的例子 最后我讲的那个变动的原因 也是因为说 销售要变 我给大家变的那个交期是说 给大家假设的意思是说 OK 因为那个今天客户跟你联络 我们安排的船期和那个车 而你的那个总装又只需要半天一天 你能不能帮我调 那的确算是能帮你调的 是这样一个情况 是这样一个情况 所以说的话呢 这些东西能不能调 要自己去看 那取决于两个能力 取决于两个能力 第一个能力 就是说你要去做 这样一个调整的话呢 那么就要看你本身做的 所谓的计划的固定期 是多长时间 比方说在 那个各个 那个系统不一样 有的叫Frozen 有的像ACP的系统 也叫Planning Fencing 那么那个 它有这样的一个固定 这个期间之前 你可以调整 过了这个期间了 那个时间少于这个期间段了 那就不能调了 它是这样一个情况 这样一个情况 对吧 那么 那个 你说什么 制造业 车间排产 考虑资源复杂都不高 有好的 那看你是怎么样的 因为 那个 软件现在有各种各样 国内的 我看到的是这样一个情况 就两部分原因 大部分是因为人员的水平不够 大部分是实施顾问的水平不够 实际上跟那个 那个叫什么 产品本身关系并不太大 因为 我已经跟大家说了 它产品就是 有一定的局限性 然后这个产品只要有行业的经验 对吧 那么你接下来认证呢 无非就是它性能 在这两点认证前期下面 那么后面去看了就是 顾问的能力了 现在这些项目做得好与不好 都是跟顾问有关系 跟产品本身的关系并不是太大 所以说你们要考察那个软件的话呢 除了考察就是说 这个软件能不能做demo 有两条比较重要 一条是那个性能 一条是人 就谁帮你做的也是有关系 那么我不清楚你说的是什么 制造行业 制造行业也不一样 那个 但是如果你说说那个 比方说那个设备 比方我刚才说的那个 我以前在昆迪分公司做过 他们国内做的最比较多的就是 基础加工 那这块它是比较好 但是你要他做那个 所谓的那个 离散制造 就相对来说比较难一点 对吧 然后那个那个 消费品流通 他们也有 那现在有一些其他的厂商也在做 那各不相通 就是这样 大部分都能做 是这样的 就是说 那个 关键是 基加工啊 基加工有挺多的 基加工的那个 像那个 那个刚才那个 前面那个Spro 还有前面我 那个前面列的那个德国企业 那也行的 基加工的 等一下我列到前面去看一下 你看 科德宝肯定是可以做的 它没问题 然后那个 那个 i-log不要考虑啊 i-log是 它是一个优化引擎 就变成你 你自己做了 i-2肯定是的 Spro也是的 Pre-act好像也是 反正做基加工的还挺够的 现在有些国内的 他们做基加工 做的也还可以 就是说 5-6的两条 你到底有多复杂 还有你那个顾问行不行 其他的话 他直接拿出来就看了 就直接可以去看 是这样一个情况 APO现在的问题 我个人 您是 您是 一个国际化企业 如果是 global系统的话 那你也没选 如果你是一个 本土企业的话 我个人劝你 也不要选 因为 APO在中国的 那个知识团队 在那个上海浦东 他们的研发中心里面 它是两个体系 然后主要的那个 实施力量 在合作伙伴那边 然后那个 叫什么 那个 主要实施力量 在合作伙伴那边 然后也不多 像Sancho 大概有四五个人吧 然后在亚太地区 ACP有一个APO团队 那个里面 大概有六七个人 Ana Ana你说你们公司 那个DP用的是 那个困地科 然后那个APS用的是I2 你们是哪家 你们是广西 还是天津那家 还是做那个另外 另外还有家 好像也用 OK 对对对 你们那么长时间 去年11月份 我就听说要考虑了 到现在我还没盯下来 NXP OK 你们如果全球用ACP 如果他们那个 corporate决定用ACP就用吧 如果是你们本土用的话 你找个问都很难找啊 这个事情 对吧 那个 那个 埃生哲在国内 大概有四五个 ACP的APO固案 那你就产生一定的风险 在这个问题当中 对啊 然后那个 新一技术系统的一个变化 这一点我要跟大家去讲讲 因为那个 这点在我看来比较重要 那个 有两个要跟大家讲一下的 为什么讲这个东西呢 你在讲啊 你们讲到PPDS和SNP 那么SNP在国内 有另外一个软件啊 他们在国内推了也挺多的 那个 做SNP的 那当然那个SNP要看做什么了 你比方说 你做一些那个 消费品啊等等啊 做SNP还是比较多的 做PPDS反而比较少 APO做BS 也有吧 就是 比方说当初那个 给那个 上市通用做的时候 他们APO做的是 那个 PDS的 是这样的 然后在这当中的话 你看一下啊 那个 我这边呢 画了一个图 这个图呢 是画了一个立体的 五层模型 为什么呢 就是说 要跟大家说一下 因为如果大家是学 那个信息系统管理的话 原来有一个 那个五层模型 那个五层模型是个平面的 那平面的五层模型呢 原来 那底下呢 就是公控 上面 不不 对不起 底下是那个人机接口 上面是公控 然后在上面是那个 MES 在上面是管理系统 在上面是 角色自制系统 BI 这些东西 那么 那么 在五层模型在做的时候啊 因为我 我经历了很长时间 信息化过程 那个 那个推广的过程 碰到这样的问题 那么在做的过程当中的话呢 国内在2002年以后 有一轮比较大的 ERP推广 主要是因为那个 主要是因为那个 叫什么 就是上市 上市 到07年的时候 国有资产成全化 那个时候是很多很多的钱 投在ERP上面 这ERP系统上完之后啊 很多工业制造企业啊 最后都是 就是说 因为上市嘛 那当然 要证明公司有一个比较好的 公司直立体制 所以说你的采购 对吧 发票 应收应付 财务这边 要看紧 但生产那边的话呢 因为它是个内部的 灰箱的一个内容 根本有那么多人 都做的不怎么样 那么有些企业的话呢 他们就开始考虑 第七做的不怎么样 那我们就把这个设为 一个二七的改进目标吧 就这样去做 做的时候呢 他突然间发现有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因为 这APS啊 它有 计划有排成是吧 计划是个管理功能 是在第四层MIS上面 而排成呢 它是一个 执行过程 那么系统的话 在MIS上面 而且它进行分析之后 在这两边都有 所以说的话呢 我曾经 在碰到过一个客户 他们在自己写模型图的时候 他自己写了一个 叫3.5层APS 那么后来我就跟他讲了 我说你没有必要这样去想 因为 你原来想的是什么呢 一个事物管理系统 那个五层模型 还是个事物管理系统的模型 我们80年代 大学的时候 是看的东西 对吧 那个现在讲SOA 它是个立体的 对吧 每一个功能层面里面有不同的部门 互相之间提供service 那不就是在三层和四层当中 有一个planning service 有个scheduling service 提供给其他的部门吗 那如果你把它看成立体的 就没这个问题了 那么这一点的话呢 因为APS的那个推广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说呢 我还是提醒大家注意一点 不要再去犯这个错误了 那现在的话呢 就是说外围的那个环境 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变化 对吧 来举个很简单的例子 比方说流通业的话 那个 现在在互联网家 这个潮流下面的话 有很大的一个变化 一个是电商 一个是互联网家 对吧 还有一个那个 那个mobility等等 那么在流通业当中的话呢 他们产生了很多 不同的一个变化 第一的话呢 比方说那个在三四年前吧 更多的企业来谈那个 多渠道营销 Animate Channel 那么Animate Channel的话呢 实际上 它跟那个模型本身没什么关系 它就是增加了信息点 而且很多公司做Animate Channel 第一件事情就是统一库存 所以说呢 跟计划关系说句话 它并不大 那么另外一块就比较有关系了 现在很多 那个电商企业 都利用自己的那个 那个 蓄水池能力啊 等等啊 为它服务的企业提供相应的 需求管理 对吧 你的货 在我这边去 我怎么样卖给 那个最终消费者 或者像那个 那个 那个京东 它是自建物流的 或者像那个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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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什么 它是提供那个物流服务的 它们都有提供这部分的 一个 类似于 预测不像预测 但是它有一个需求计划给你 这最近有这样的一个企业会 产生这样 这对将来的APS应用也是 有相应的一个影响 那么这意味着什么呢 这部分 一部分的这个计划当中的服务 产生了 计划当中服务产生了 包括我服务过的几家企业 他们也在考虑 怎么把这个APS的一个应用网 变成一个服务来进行处理 这个事情有可能 另外一个呢 就是在制造领域里边 对吧 那么工业互联网 和那个人机接口 它产生了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产生之后的话呢 实际上 它也会引起一个很大的一个变化 很大的一个变化 很大的一个变化 是 是什么东西呢 跟大家讲一下 那么 首先的话呢 就是这样系统的构建 它会有一个变化 它会有一个变化 大家会看一下 这是这几年来 这个行业里的一些变化 你比方说 我列了几个厂牌 你比方说 PREACTOR 它是一个 反正欧洲的 我记不清 到底是英国还是法国的 PREACTOR 他们 现在是西门子的当中一个成员 他们为西门子提供 这个统一数据制造平台当中 提供 那个计划方面的一个 一个支持 它是属于西门子的 当然他们在这边也有人 是这样一个情况 Honeywell这两天不是在 offer给JDA 他要把它买下来 不知道那个生意谈怎么样 已经有两个多月了 八月份的时候提出来 然后呢 达索 达索在那个 2014年的时候收购了空地克 那么在今年的五月份的时候呢 收购了法国另一家公司 就Altunos Altunos呢 它和空地克有一些不一样 Altunos呢 它最大的一个差别 它就是已经是 在某一个领域里面 提供了一个云服务的概念 它的那个模型 是可以当云服务来买的 这个就是这个差别 那么 所以说的话呢 在这些领域里边 大家会看到 越来越多的做这些 那个APS的厂商 他们会参与到 那个 制造那个 那个数据平台当中去 是这样一个情况 那么 这个是 你参与进去之后呢 你无非也是要适应 整个一个环境的一个变化 对吧 在我们来说的话 大家看到 比方流通业 我刚才讲了 全局到营销 关系并不大 那么在制造业的话 对吧 那么中国叫制造2025 国外的话 我们是跟德国 参与的比较多一点 所以叫 叫那个 工业化4.0 如果你是跟 其他国家的话 它不一样的 叫法不一样 这些都是国家战略 那么 那个 中国还有一个说法 叫互联网家 后面我们要讲讲 一个新经济 我后面有几页slide 跟这个有关 这个是什么呢 我就跟大家讲了 就随着那个 所谓的 那个 互联网家 不是互联网家 那个 那个 工业化4.0 或者是那个 资造2025 那么很多这样的平台厂商 它提供那个数据的 那个应用的平台 可能会对 你在那个工厂里的 APS的将来的IT架构 有一个很大的影响 有一个很大的影响 大家看这张图 这张图的话呢 是那个 Forest Solomon 他们的一张图 他就讲到了 他说 你在这个当中 我如果考虑到 将来做那个 工业物联网 我布了那个 那个感应器 然后用SCA的系统啊 或者用一些 其他的一些 那个 系统 把它连接起来 然后呢 在ICT的技术当中的话呢 我可能要考虑到 无线 考虑到那个 IPV6 考虑到那个 其他一些功能 他甚至于在 在这边那个 Quality Testing 这个领域里面 把那个增强现实 Argumented Reality 也放进来了 云技术 对吧 那么他说的这一些的话呢 他说将来 这个企业 对吧 你的企业 就像我刚才说的一样 你企业原来是一个 财务上的 资产负债的一个实体 考虑自己的 但在运作上面的话 你会在横向 纵向 无论是在供应链上面 或者供应链网络上面 你要去跟别人 做一个很大的 一个程度上 要先接 你的企业数据会 更多的向云 等等这种去发展 这云有两个概念 一个是公共性 一个是那个服务化 那么这个事情 大家一直都是 不是太那个 但是我可以给大家 举一个例子 汽车 是相对来说 比较成熟的 利用私有云的例子 对吧 汽车是由 那个总装厂 提供私有云服务 后面的人 在这个环节下面 来进行信息共享的 是这样的一个概念 大家注意的 那么在这当中的话呢 讲的将来 都是所谓什么 都是一些应用服务了 对吧 上面有individual 那work floor in的那个plant floor 就是在那个工厂 车间里的那个 个体的那个工作流程 对吧 然后有那个quality of shipment condition 那个质检的发运 product location 放在什么地方 然后相应的一些测试啊 等等这方面的内容 大家会看到 就是说 随着这个技术的变化呢 它对系统会有一个不一样 会产生一个不一样 什么样的不一样呢 我就跟大家说一下 就是 首先啊 因为你 工业互联引入的话呢 你要求 所有的供求角色之间的话 相对来说 越来越进行平等 因为这一点的话呢 实际上无论是使用者 和那个提供者的话 他都愿意 因为你想啊 如果哪怕是汽车的私有缘 那总装厂是说了算的 对不对 那如果我们双方的业务关系 能够是平等的话 当然从业务角度 生意角度来说是好事情 技术上有没有可能呢 它有立体的 那个应用组件的一个交流 对吧 它需要什么东西呢 它需要跟感应器 就是说衔接 对不对 那么它在IT的架构上面 不就是要做一个SOA的架构吗 SOA架构在IT应用架构上面 是很成熟的东西 现在的麻烦是在私有缘和公有缘 因为这在法规上 并没有相应的一个配套 问题是在这 这是为什么才有私有缘 私有缘就是由总装厂 来做这个规则制定者 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么它做的所有的这些内容 是什么东西呢 那么我们如果把它看成是一个有机体 是一个人的话 那么如果大家去想想 人的所有的神经和观能系统的话 那么神经元等等的话 就是它的感应器 对不对 通过神经把这些信息 就是云了 反映到你的大脑组织去 对吧 这实际上是什么呢 就是我这边借用了一个 那个国外的一个说法 就是说巴比伦的通天塔 那么上帝当时看到 造巴比伦的通天塔的时候 他看到了一个很大的危险 就是你们可以互相沟通 这个将来会产生无穷的力量 包括我记得有一个 有一个什么 什么什么电影里面 也是讲那个原始人 他们后来通过那个 互相之间意义的连接 产生了无穷的力量 都是类似的一个说法吧 实际上是一个类似的说法 那么在这个当中的话呢 它会对我们系统有什么影响 第一个 就是MES系统将来 它会以一个什么样的方式存在 它做了那么多MES系统了 MES系统将来会以什么方式存在 因为什么呢 你现在不就是少一个 在那个营运层面做决定的吗 MES系统做了那么多 除了一些跟特定流程有关的 很多的MES系统 它就是一个状态记录 它没有什么其他东西的 做做一些那个统计报表 决定还是有人做的 如果你决定要去 引入那个APS的话呢 那么我把APS 看成是大脑组织机构当中的脑干的部分 它能够对一些 就是营运上的一些持续性的 有规则的东西 定期的做一个相应的反馈 它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大脑 那个公司的大脑是那些老板 是那么回事 那第二点呢 AM系统如果去解构的话 它无非就是 做一个决定 APS要做的事情 通过那个各种各样的手段 做数据的采集状态 第三呢 那个 做一个相应的一个报告 那报告们 现在已经有那个BI系统了 所以说的话呢 那么将来的话 MES系统会朝哪个方向去的话 那可能将来也是要去做一个 相应的一个转换 但是的话呢 不管怎么样 就是说利用一些数学方法 引入一些算法 进行这个 那个优化计算是用得上的 另外还有一点 我没有写在这 但我可以跟大家讲一下 就是说 如果你的步点越不越密的话 那你这个模型的复杂程度 是会降低的 这一点是肯定的 好吧 这个跟大家说一下 那么所有做的这些东西的话呢 实际上对我们这些从业者来说 也是有变化的 那么我们这些从业者可能 就是说 更多的会从技术的角度 转到什么 转到跟服务有关的东西 那么得这样讲了 就是说 IT它会从一个 做系统的 从信息技术 转到了什么 营营变革 那么你无非就是这样一个目的 对吧 你能够减少成本 提升效率 更好的保障 重新服务 或者创 增加更新的收入来源 那么这个的话呢 我就跟大家去讲一讲 实际上呢 做这个IT的人员 在近20年里面 一直在做这样的努力 对吧 今天大家谈到的是云 那么在20年前 大家谈hosting 为什么东西呢 都是说要把一个软件 作为项目采购 然后把它费用化 目的就是这个 就是说我们 曾经在当年的时候 我在做ERP顾问的时候 收了大家不少的钱 那么现在我们也一直在 做这方面的那个 那个努力 把这种 就是说 营运的模式 把它变成一个费用化 那么这个呢 在今天的话 是 等一下会跟大家讲到 是有更大的意义的 那么另外还有一点 就是说 我想讲完这个之后的话呢 我还是鼓励大家 有机会去用这个系统的 那么 跟大家说一说 你要用这个系统的话呢 都是跟你有关的事情 不要去想 我用了一个系统 它是个优化系统 它能够很神的 算的很准 怎么的 不是那么为事情 它做的是什么事情 就很简单 就是 最主要的 可以从这些地方去考虑 对吧 第一个就是我说的PFEP 那么如果你要 对有事情 有一个相应的 精确的一个掌控 对公司里的那个 整体应用效率 有一定的时间啊 等等上的要求的话 那PFEP 的确是一个 不错的一个技术手段 那么做PFEP的话呢 那么有一个相对来说 成熟一点的系统 是有用的 第二的话呢 牛边效应 那牛边效应 在不同的层级上 是会传递的 那么所以说的话呢 如果有一个系统 它可以提升 你做计划的周期 那个频率 提升那个频率 那么实际上呢 在我刚才说的 置信区间上面 可以对将来的 那个牛边效应的 产生的负面影响 进行降低 降低 对吧 因为它第一级 可能牛边效应不大 传地出去 传到后来的话 就越来越大了 那么如果你能够 利用这个的话 这是有作用的 另外还有一点 就在管理意义上面 它的确有降低 库存的一个 一个可能性 尤其是在载产品 我这边写了一个例子 那个例子是 当初我做的一个案子 说我给他们 那个公司的 那个主管的老总 直接讲了一个 一个案例 他们也认 他们也认 是这么回事情 那么后面呢 就是要讲两点了 就是说 APS这样的一个系统 包括智能化 它会引起什么 引起那个 业务上的一个变化 其中一个业务上变化 我刚才说了 我说如果有一天 对吧 如果有一天 这个感应器 就是步到了那个 这个感应器步到了 各个层面 大家的那个 供求双方 越来越平等的话 对吧 我这边给大家举个例子 比方说 我是为那个 某一个汽车的 那个总装厂 提供一个部件 而这个部件的话呢 它是 那个原来的话呢 是原来的模式下面 它是一个私人 它可以来进行拉动 但是的话呢 我现在的话呢 提供我整个的一个平台 包括我做的一个智能载具 可以及时的去掌控 我这个部件的使用方法 对我整个和我后期的 那个内部的那个 APS或者是拉动计算 进行匹配的话 那么我能够去提供一个 有竞争力的 那个服务方案 那么我这个供应商的话呢 在那个业务的能力上面 它跟那个 我的客户之间 就更趋向于平等化 这个就是我说的 它会引起 业务模式上的一个变化 所以做这些东西的目的是什么呢 这个是在 如果我们计算的是2015年 在那个 那个世界经济论坛上面 谈到就是公元互联网 会产生一些变化 对吧 那么我刚才也讲过了 我说我们这些人 在过去那么多年当中 跟你们也一样 因为我们是做IT嘛 你们在其他领域里面 也做了很多 就是费用化的一些那个尝试 那么我们一直是希望 就是说 能够把一个资本化的 一个软件的买卖 变成一个 那个服务 来提供给大家 然后的话呢 它会谈到 这个当中会产生什么 产生新的产品 新的服务 那么我刚才给大家举了一个例子了 原来是说 OK 我问你要这个 这个紧固件 现在是说 我帮你算的时候 我能够按照一定方式 来预测和决定 你的紧固件怎么样 我保证你怎么样的情况 这样的话可以让 那个这样 双方安排成一个 一个对等的一个服务 对双方都有利 对吧 第三 那个产出 那个经济 它你对那个东西是 那个进行相应的 一个配备的 一个outcome 这个都是跟 公业互联网有关的一些内容 然后呢 再有自身的一个拉动经济 那么我想 在这当中的话呢 现在正处于前面的 一两步的过渡当中 一两步的过渡当中 至少在我们APS这样一个情况 在其他领域里面 可能还有其他一些用处 所以说的话呢 就是说 APS系统将来也会 有一些相应的一些变化 大家 这里大家要注意的 对吧 比方说我刚才讲了 它跟MES之间的关系 那原来MES可能是 APS的一个羁绊 将来的话 APS之间的结合 就不一样了 那么如果你今天 还没有上MES系统 那么你要考虑 跟IT商量上 他们怎么去做 这方面的事情 那么还有一点 就是说 那个我这个系统 它能不能够 对吧 将来去 就是pay by use 那么和原来一个 资本化采购是不一样的 那比方说 刚才跟大家讲的那个例子 那个达手 除了收购昆蒂克之外 他们也收购了 那个 那个OATMS 那个OATMS 就是在某一个具体领域里面 它能够提供 那个 租赁的一个 一个云符的一个方案 是这样一个情况 好吧 那么今天我大概就跟大家讲这些内容吧 大家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吗 时间比较晚了 喂 喂 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 现在可以 在那个文字消息方里面提出 卡张的事情 我便多评论 因为有的时候 他们也是竞争对手吧 那 你说的那一家 他们在国内也做了一段时间 就在上海 如果没记错的话 那个 那个价格上是有一定的竞争性 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可以在那个文字消息框里面 输入一下 如果没记错的话 如果没有的话 那我们今天 哦 还有 让我看看BPS涉及需求订单排成ATP 是这样的 那个Brain刚才问到了 就是说他涉及到那个需求订单排成ATP 他实施进度怎么去安排 实际上主要是那个实施项目实施上 是看那个我个人建议啊 这个各家各不相同的 有人叫你全做 我个人建议就是看你 因为你涉及到这个项目的话 是考虑到你公司的那个人力的那个成本 所以说的话呢 需求一般是会有一个独立的一个需求管控的一个部门 那么订单排成和ATP这些内容的话呢 他一般这个结果是由一个部门来提供 当然他协调的过程各不相同 所以说的话呢 如果你们考虑到人员 还有考虑到那个项目管理人员 或者IT技术支持人员 他们的那个的话呢 你们可以把这两边分开做 但是没有什么先后 我也不认为先做需求有什么好 完全是看你当时那个公司里那个情况 如果公司里的那个情况 那个销售部门天天说 我们得到信息比较少 怎么怎么 那你可能先做需求 如果是说那个你的确是供应链部门和那个工厂之间的那个协调 和物流之间的协调的话 那你就先做后一个部分 那这个这个是各不相同 其他人还有什么问题吗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那我们今天就到此为止了 谢谢 非常谢谢老师带来的干货分享 也非常谢谢大家的参与 我们有一个客户反馈 希望大家帮忙填一下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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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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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 谢谢 感谢观看